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赛国坦围城系列D级别,猛攻 围城系列的包装风格很统一,不再多做介绍 峰会上的猛攻看起来火力相当猛 主体看一下,红白相间的配色令猛攻多了几分精气神 细高挑的身材也显得非常匀称 后面看上去几乎没有背包,而且武器众多 猛攻的头雕是一张非常英气的面罩脸 不过猛攻的细节分色倒不是很多 由于身材纤细,猛攻的可动几乎没有短板 不但如此,还增加了幅度非常大的前脚掌可动 据下来安插在手中,受到臂炮的提示,武器当然正反握都可以 背后的导弹可以取下变成武器 而黑枪也可以安插在这里形成肩炮 围城系列的玩法重在自由发挥 猛攻的伪装形态是一架外形风格的喷射战斗机 当然,这只是官方给出的标准形态 围城系列玩具能玩成什么样子主要还靠自由发挥 赛国坦围城系列D级别猛攻的变形流程 将背后的导弹拔下,插在肩头 将手肘打直之后,将手臂整个拔下 将头部向后旋转180度 背后的盖板抠起上线,盖好面部 前胸部件上线抬平 胸部两侧也上线抬平 向上拔下胸部待命 下方两个炮管向上翻折180度 沿双动关节将四个炮管挪到前方 腰部转动180度 大腿根部上抬,插入卡扣 双腿膝部后折90度 两个脚尖下翻到底 此时将胸部部件插接回来 再将两个手臂插接在两侧 白色的凸起朝上 红色的握把转到下方去 猛攻 变形完成 猛攻和之前发布的D级别齿轮一样 是非常少见的分体插把式变形金刚 再次请出D级别横炮 担任猛攻这款人形配件包的嘉宾 取下两侧红色导弹 取下两侧手臂 向上取下机头部件 松开插栓,取下两腿 将大腿竖直 可以插接红色武器 小腿后方插栓,翻折竖起 可以安插在机头部件两侧 再安装在横炮背后 就变成了如此巨大的一个背包 大腿根部零件向两侧翻平 插接两条上臂的孔洞 将隐藏的插栓扣出竖起 机头前端前翻露出孔洞 再将这一块结合上去 面对如此沉重的装备 横炮已经站不住了 白色部件和红色小枪结合 插接在肩部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盾牌 两条腿则可以插接在脚底 红色部件倒着插接在背后 两只手臂插接在这里 搭配方法层出不穷 时间有限 更多的玩法就不一一展示了 留给大家自行开发吧